首先,跟大家谈一谈朝鲜半岛问题 最近关于金正恩身体状况创文不断 特朗普先是照谣收到了金正恩信件 后有驳斥CNN记者 关于金正恩身体健康的假新闻 虽然政客的延迟受到大多数人的诟病 但是他说的每一句话 无论正确还是命误 都是客观事实正面或反面的反应 金正恩的身体状况到底有没有问题 可运用复杂科学中的相关性 这一理论进行推断 美国媒体报道的依据就是连续数天 没有关于金正恩有关活动的报道 如果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话 就毫无意义 朝鲜领导人现在入个面 马上就能够打破谣言 显然现在没有能够实现金正恩入面的条件 这种异常引发了外界多种猜测 情况一旦熟失 朝鲜半岛局势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将导致中国十分危险 以金正恩为领导的朝鲜 在近些年来 美国的威逼利诱和战略遏制 恶化之下 依旧屹立不倒 成为了稳定东北亚战略平衡的重要因素 一旦发生意外 将导致朝鲜政坛的重大政治变故 特朗普犯出假消息称 收到了金正恩的亲笔信 就是向朝鲜内部的亲美势力发出的信号 如果出事 这个消息一定是在内部阴密封锁 而美国能够以极其强大的情报能力 获取金正恩有关的动向 这是美国来测试陶鲜内部的反应的盘胶撤击 当前作为与朝鲜最为亲密的国家之一 中国因未雨绸缪 全盘地掌握东北亚的形势 美国崩塌了 美联储打出了所有的牌 现在资本主义联合起来 他们也打出了所有的牌 一旦情况属实 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原因导致了金正恩身体出现问题 为了拯救资本主义面临的末日危机 他们使出了红身解数 打出了所有可以打出的牌 我们的敌人究竟是谁 他不是几个国家 也不是冒出来的发表极端言论的几个政客 而是作为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存在 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团结 好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把他们扭载了一起 默克与马克伦的变卦 就是这种超国家现在的力量 对国家实体产生影响的有利证据 CNN泛出了金正恩身体状况的假消息 随即绿本媒体大事报道 谁能够掌握媒体 谁才拥有真正的权利 特朗普上台之后 把美国各大的主流媒体都骂了个遍 特朗普对金正恩身体状况 一扬装装不知 只是与CNN记者唱了一出双簧而已 特朗普上台 真被黑天鹅事件 是美国民众与精英政治决裂的标志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 特朗普在上世纪80年代 已经作为美国总统的对象在培养 没有谁可以逃脱资本的宿命 包括特朗普在内 抗议以来 世界隐形政府 先是通过他们掌握的媒体 发布了污蔑中国的消息 这个信号表明 他们已经在全球布局 绞杀中国 通过所谓掌的媒体和政客 搅乱世界 只是没有把它闪生为国家行为 基辛格的声势礼节的呐喊之后 世界隐形已经操控了 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 上一次资本主义世界 像这样空前的团结 还是在对抗苏联的时候 那么冷战结束了吗 在西方式精英的眼中 中国不就是下一个苏联吗 美国以非市场经济地位贸易战 货币操纵国相威胁 逼迫中国 大开金融之门 只不过是休克疗法的翻本 目的就是 要让中国重蹈前苏联的覆车 以庞大的金融骗局 炸干中国的所有财富 大家可以清晰看到 疫情在中国爆发以来 第五众队空前的活跃了起来 形势对中国非常危险 但是苏联的命运 是我们很好的历史借鉴 从西方与苏联的斗争史中 可以发现 西方不会与我们进行 硬碰硬的战略决战 而是调动他们所有的战略支援 动用所有的旗帜向我进攻 知己知彼 百战不待 当前形势下 我们的总的策略是 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 第一 加强团结 五五士气 栏外必先安内 这句话虽然是敌人说的 但是对于当前的局势 具有很大的意义 形势是好的很 还是糟的很呢 对于写律记的翻番来说 那当然是糟的很 但是对于自信的中国人来说 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疫情虽然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创伤 但是也因为促使我们整个民族空前的团结 党和政府也取得了人民空前的信任 使我们深刻的认识到谁是我们的敌人和朋友 毛主席说 中国革命之所以一直未能够成功 就是因为没有找到真正的朋友去攻击真正的敌人 我们第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广大的中国人民 国内的敌人其实很好找 只要他们的言行 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悖 那么他就是敌人无疑了 那么鼓吹金融自由化和医疗自由化的人 那些以混改知民国侵吞有资产的人 那些鼓吹引进西方抗议神药的人 那些鼓吹中国向世界道歉的人 还有那些故意抹黑政府形象 威魂天下不乱 给谣言当推手的人 无疑是人民的敌人 帝国主义给他们发好施令 现在就是他们最活跃的时候 有些已经暴露在人们的面前 现在就是要给他们当中最大恶极的人 以重击的时候 二 合众联合分化瓦解 通过这一次疫情 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 这个中国最大的战略盟友的意义与价值 这个朋友中国没有交错 迄今没有发现俄罗斯境内有影响力的媒体和政客 像西方那样抹黑中国 我不敢说 俄罗斯对于中国来说是百分百的有益 可以想到 以普京的悬财大略 如果在世界风口烂尖的中国被西方合围 下一个目标会是谁呢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1996年发表的 《震撼之作文明冲突》中说 西方的敌人有三个 分别是佛教文明 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 看一看近20年西方的战略脉络 中东中俄成为了西方打压最严重的三个地方 从中我们不难理解 为什么中国与俄罗斯保持了近20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普京坚持不减厂导致的优价暴跌 打开了美股暴跌的潘多拉的盒子 成为了诱发美国国内股债 第一次垄断的直接原因 同时成为了让美国另有产业冰云崩溃 普京抓住了这个机会 正是对美国长期制裁俄罗斯的一次基准的致命反击 直插美国的心脏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协调 鼓励俄罗斯到西方的后院烧一把火 当前美国停止全球军事行动可谓是大好时机 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几个小兄弟 虽然不是什么战略力量 但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2016年南海仲裁案 新加坡在东门会议上跳出来 欲将南海问题纳入意义 被柬埔寨一票否决 这些年来中国富裕了 同时也带着几个小弟发财 现在该小弟们上场了 至于狄伦的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因为不同的国家战略目标不同 美国精英亡国之心不实 中国是他们的心腹之话 面向法国德国作为欧盟的主角 主要是害怕战略平衡被打破 还有一些国家是不得已跟西方站在一起 针对不同的国家要对症下药 欧盟作为对华最大的贸易伙伴 在经济上是离不开中国的 仅德国向中国出口的电气产品 就达上千亿美元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光一个 开关就是关掉单方面 向美国金融大开放的门 而打开欧盟产业资本进入中国的大门 虽然中国的运工成本在不断上涨 但是中国的产业领优势 在世界上无可比拟 这个才是核心竞争力 三 长运布局决胜未来 习近平最近提西迁的精神 其实战略布局统帅心中早已经顺有成主 1997年金融分爆 中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 2008年经济危机 中国泛出四万亿 这两个政策都是罗师傅新政的中国版本 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生产停滞与贸易中断 我们只有放眼世界舞台才能够奋还涅槃 中国的大手笔 那就是一带一路的红尾蓝图 这个就是世界版的罗师傅新政 他将撬动的总投资 不是四万亿 而是事实万亿 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 一带一路 回来就应该加快推进 这次疫情更是催化剂 所以西迁的核心要义 并不是中国内部的向西 而是面向整个欧亚大陆的西进战略 其意义不仅仅是现于中国调整经济的宏观布局 它将成为人类文明七千年以来 首次整合欧亚大陆的科兴性计划 继继继继继继继续